… 港鐵職員在車站服務乘客 人人都知道 但你又知道港鐵還進駐了一群 由專業工程技術人員組成的 快速應變隊隨時後命 一有需要就立即出動 做緊急維修 我們了解的情況就會立即出動 無求最快的時間 趕到現場做檢查及維修 如果是訊號運作得不暢順 我們首先會檢查受影響車站 滑軌道旁的訊號設備 以及量度所有相關的數據 決定如何去復修 沒問題,Ada,沒問題 一路行車一路做緊急檢查及收復 時間卻很緊迫 為了讓乘客繼續在車上乘 我們會去到需要檢查的路段 精彩車和車之間 兩至三分的時間 落路軌進行緊急復修 有時也需要循環做十多次的程序 除了快速應變隊 還有粉紅救兵也很重要 下一集再說 但是為了 感谢观看